滑行道上满地油渍遍布飞机下方 就怕一个火花发生爆炸 一发不可收拾 地勤人员紧急撒木屑抢救 快手扑云防止油污继续扩散 套勤人员拔退框奔 了解一旁拖车状况 原来1号早上桃园机场这辆拖车 正在进行脱离国泰CX407机体作业 行经滑行道时 拖车引擎瞬间疯狂冒烟 紧急打开拖车箱盖 发现原来是液压油管爆裂 漏油狂洒一地 消防抵达现场处理 淘秦也改派另一辆拖车 接手脱离国泰航班 索性没有波及班机 旅客也照常完成了登机 机场漏油惊魂一场 记者刘志展黎晴 黄玉兰 透明报道 请不吝点赞 开启小铃铛